吉安湘19个场次的阿美族捕鱼祭 6月26号是来到七角川部落举行也是最后一场 乡长游淑珍特别到场和族人们一起体验鱼钩钓鱼 还有杀王捕鱼的趣味游戏 游淑珍还表示说在疫情期间 捕鱼祭是改由各个部落自行办理 透过有趣活动让族人可以重温部落的传统记忆 也可以增进彼此间的情愚 吉安湘今年阿美族部落联合捕鱼节 因为新冠疫情回归到全湘19个部落自行举办捕鱼祭 并且以传统陆地撒网以及运者上钩等趣味竞赛 拿到寓教于乐的传承意义 全湘第19场捕鱼祭圆满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创造了很多捕鱼祭的创意跟精彩 让我们部落的族人来做一做手眼协调 感官刺激的运动以外 当然撒网还是我们必须要精进学习的 透过了游戏来让我们的青年人 记得把我们撒网的技术能够学习得更到位 也希望带来我们部落欢乐的气氛 还有深深捕鱼祭的精华 所以我们一起来钓鱼哦 26号上午香港游淑珍特别到七角川部落参加捕鱼祭活动 陪伴族人挑战骚网及钓鱼的游戏 陆地骚网是由部落捕鱼职人 亲自示范教授现场部落青年标准动作 让许多挑战者成功地把鱼儿给搜刮入网 而运者上钩则是相当考验钓者耐心还有手部的稳定度 现场此起彼若欢呼声和加油声 为活动增添不少紧张刺激的热闹气氛 吉安湘19个阿美族部落补运记活动已经举行完毕 同时4年一度的头目改选结果也都出炉 乡长游淑珍表示 乡公所站在尊重部落自治立场 积极和头目们配合推动各项部落事务 展颜各项寄营活动文化记忆 希望让部落建设可以更加圆满 建律会吉安湘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